AG赛事内部语音爆出 主指挥不是大帅 没猫的春季赛冠军难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到AG最近的热门话题 就是辅助为大帅 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性格耿直 为人谦逊 老实不自大 但近期大帅似乎刮起了不好的风评 据说大帅比较倔强 辅助的熟练度很低 扛不动猫神的大旗 指挥的步行等等 不过AG新一期的赛事内部语音 我们可以做出判断 虽然AG第一轮成绩不错 但在14分钟的语音中 还是能听出一些问题的 首先大家说的没错 大帅的指挥跟猫肯定是没法比的 不仅如此大帅的指挥 多数都是暴点和暴技能 偶尔跟其他队友一样指挥判断 可频繁做出决策和指挥的 却是打野忠义 并且在队友着急时 及时拉回 就比如与TTG对决时 上路轩染抓到小白熊的劲后 忠义频繁做出判断并拉住队 不知道 他正面要撞了兄弟 我回头来 我回头来 你回头来 你回头来 最后一波 更是在凸水晶时 提前做出战术部署 保着加罗慢慢打 慢慢打兄弟 就打前排 他压力很大的 保着加罗打 慢慢点 慢慢点 跟着慢慢点 慢点 往都去交道了 慢点兄弟 踩一下踩一下 顶着顶着顶着 给打 来来来 打前排 就打前排 刷到了兄弟 刷到了 我往前顶了 我往前顶了兄弟 慢点慢点 先杀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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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顶 我顶 先把劲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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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顶前面 他不敢上来了 先把劲杀了 OK兄弟 一波一波一波 慢点慢点 回顶血 回顶血兄弟 别站一堆兄弟 没事 你们往上 换个布甲鞋 换个布甲鞋 往上面杖 往上面杖 这打出来了 就打出来了 点出来了 慢点兄弟 杀人杀人杀人 杀人杀人 给一点 换个手兄弟 同时在AG 与HERO的比赛中 忠义也一直在部署 和做出决策 但是我们还是要 保证黄中打兄弟 那么大往前 可以往前 给往前打兄弟 拉回来 可以可以 压中压中 去带上管理 去带上管理 去带上 可以往前进去 看到这里 我们虽然替AG 买到忠义这样 全能的选手而高兴 但要知道 如果忠义玩弹也还好 指挥不会影响操作 可如果打野和的话 一定是影响忠义操作的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 曾经涛博的打野相聚 跟AB组队伍 怎么打都能赢 一旦跟顶尖的S组队伍 碰撞 立刻劣势就会显现 所以小柴哥觉得 AG这次春季赛 眉毛的指挥 想夺冠有些难度 虽然大帅是新人 不能要求太高 但既然成为 冠军队伍的辅助 就要努力适应 不然背锅的 大概率就是他了 那么对此 大家觉得 AG如今的状态 能否有争贯的实力 中意的指挥如何呢